MICLE的HDMI 所以你就要找相對應的頭 所以其實你去那個199那種百貨 他們都有就賣這種線 那他的是這一條線 所以這邊是標準的HDMI 那比較新型的你家的電視 比較液晶電視都有 然後那個投影機的話 投影機就必須要比較新的 比較新的都會有HDMI 那通常是直接插上去 他就會顯示 有線的通常都是這樣 不太需要做什麼切換 接觸有點不大 有點接觸不了 那這個 因為這一台 在數位機會中心的時代 隨我男生北場 對 然後那時候他們投影機都放在場 所以你用有線的其實 非常不方便 因為你要定在下面 線就這樣吹下來 然後走來走去 有時候不小心才會掉下來 很可怕 所以你在上課的時候 最好不要用這種線 但是如果是固定 比如說固定放在那邊 那是可以考慮 那舊型的平板 比較難用無線的方式 除非我們等一下有APP 可以試試看 也許可以用 有機會 但是這個是最直接 最穩定 不會有任何問題 因為無線的方式 通常會 需要另外教育 或是說 他會需要那個無線的方式 那無線通常 你在教室 或在你那上課的地方 就會 訊號開了 或不一定的狀況 就會比較困難 那這個是有線 有線的方式 那所以說 如果說你的 今天你的投影機 就是這種 是舊型的 舊型的 舊型的這個 那你就要這樣講 你就要加上來一個 你就要好這個 再多買一個轉接 然後這樣一接 就好幾段 好幾段 那他還是可以用 那反正大概就是 這樣子的用法 就是要買 去買到 適當的轉接 要轉一個VGA 你接到那個VGA 你就要轉到VGA 所以他一樣是可以用 那就變成說 你要多透過一個轉接 那HDMI的速度本身 是帶聲音的 所以你這邊 這邊有一個音源 你可以接音源 就送接到喇叭去 就會有聲音 所以你這邊播放什麼 都會有聲音 正常一般是 直接到單槍的話 一般大概都是這樣的處理 那我們待會會有 那個無線的 無線的方式 會比較方便 會比較方便 比較適合現在的用法 那各位可以試一下 好不好 我把它全部拆掉 然後如果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是剛剛有支援 那個MHL套 你可以試試用 試試用 然後因為他這邊要另外送電 所以就用一般的手機的變壓器 或用這個 這個就是 你可以直接封鎖 OK 你可以拿你的手機來 好不好 那我們就放在這邊 給各位試一下 他們要得理會 然後可以 等一下 我可以給我們 可以 那一個是要接 接山上 那個是接 這一個是接